既然讲到物质的转换或能量的代谢 都会牵扯到所谓的生化反应 那生化反应都需要酵素来做催化 酵素又叫做酶 好 像酵素跟酶这些物质 它们就是所谓的催化剂 我们把催化剂解释一下 很多化学反应都必须要有所谓的化学能的消耗 如果今天你有催化剂 它可以把活化能下降一点 那你容易产生 所以催化剂的功能叫降低活化能 如果这个催化剂是一般的无积眼 比如说过去各位可能学过的蒙啊 那个NN2症 蒙可以有催化的效果 如果是一般的无积物 你就叫它催化剂吧 但如果催化剂是有机物质呢 就可以叫它霉或叫做酵素 你看这样的命名是不是觉得很恶熟啊 无积的辅音质就叫辅音质 有积的辅音质叫辅霉 无积的催化剂就叫催化剂 有积的催化剂可以叫霉 就是酵素 好我们看它的性质 酵素可重复使用 因为在参与反应之后 它本身不会改变 所以反应后酵素会恢复原来的状态 可以继续催化下一个受值 好受值跟酵素可以结合成 一个暂时性的复合体 叫酵素受值 受值酵素复合体 这个复合体不稳定 它就很快的把受值切割 或是合成成产物 所以它会形成一个不稳定的受值 酵素复合体 好我们现在看画面这个图 画面右下角这个图来做说明 这是酵素 它的对象叫受值 受值叫A A的能量这么高 好今天呢 我把酵素跟受值结合在一起 形成一个酵素受值的一个 那个 一个 那个复合物 它是不稳定的 很快就分开来 这时候一分开 A就切成A1跟A2 好 A1加A2的能量比较低 所以看到这里 A能量高 A1A2能量低 所以A分解成A1加A2 会放出这么多的能量 反应的净反应会放出这么多的能量 是一个释放能量的反应 释出的能量就是这么多 可是这个化学反应可不是那么单纯 你要让它反应 必须要先跨过一个活化能的高度 好如果今天呢 你的酵素不存在 你的活化能很高 你要跨过这个能量 才能往下反应 所以你看我先投资这么多的能量 后来从这么多的能量 放出这么多的能量 好 这个投资扣掉赚的 净赚就是下面这边 好 所以我可以从受值跟产物的能量高低 先推论你是个放能反应还是新能反应 另外呢 我们能量变化还伴随着这个活化能的投资 好的 那我们看这个图 如果今天你没有酵素 你的活化能会比较高 如果今天有酵素 你的活化能会比较低 那活化能高低代表什么呢 代表你发生反应的门槛 好 如果门槛低 代表我想能量高一点就挂过去了 如果你今天没有这个煤 你的活化能比较高 你的能量够高才挂得过去 是不是会影响发生反应成功率的门槛 那门槛为什么会影响反应速率 我把这个关系很快跟大家说明解释 好 这个是门槛 就是所谓的活化能 好 那假设我们就比喻一下 我要考大学 我这个大学呢 如果满分是一千分 假设 好 我今天呢 立志要考上某大 这个某大呢 它的门槛就是录取分 要九百五十分 哇 好高哦 好高哦 好 那我就开始考啦 我考第一次没上 第二次没上 第三次没上 我原考十年 只考上一次 所以门槛越高 是不是反应成功发生的 频率就比较低 几率就比较低 对不对 但如果今天我不要考某大了 我考另外一个大学 它的入学分数只要五十分就好了 我每次考都每次上 所以人家那个某大考十年只考上一次 而这个大我考十年我考上了两百次 因为一年可能招生不止一次 各位看到没有 十年一次跟十年两百次 是不是发生成功反应的频率不同 频率就是几率的观念 我每考一百次 有几次考上 好 所以其实活化能的高低会影响发生反应成功的几率 几率就会影响你发生成功的频率 频率的高低就会影响你单位时间产生产物的速率 因此反应速率就是几率的观念 也就是成功发生反应的频率 好 你反应常常发生 你耗掉的产物 耗掉的受值跟产生的产物的速率就变高了吗 速率就是单位时间内产生的产物 而单位时间内产生产物 那不就是频率 也就是几率的观念 所以门槛决定反应成功的频率几率 就会进而影响你的反应速率 好 这是酵素的一些性质 那我们来看 那我们的反应不是只有放能反应 比如说A分离成B加C A能量高 B加C能量低 这时候你的活化能 没有酵素时活化能那么高 有酵素时活化能相当成那么低 就容易发生 但如果今天你的反应物是 这个反应相反 我现在是B加C形成A 好 这是一个标准的吸能反应 因为反应物跟产物看得出来 它需要得到能量才能往上提高 因为A能量高 可是我们的活化能 是从反应物开始看的 看到没有 所以各位从这边得到一个消息 如果是个双向反应 吸能反应的活化能 一定是比较大的 因为一开始能量就低 你要跨过这么高的门槛 才能发生反应 好 这代表什么呢 你一开始就没有把书读好 能量低 所以你要跨过门槛 更难 但如果今天你输赢读了很多了 要跨过门槛比较容易 你一开始能量高 然后反应后是四方能量的 你会容易发生 但如果今天是能量比较低 你要反应后变收能量 你的跨过的门槛 等下更高 OK 这是活化能 所以红色的线是代表 没有消除石的活化能 那蓝色的线是 有消除石的活化能的高低变化 活化能是由于反应物为基础 往上看 你要投资多少能量 才能跨过反应的门槛 好 那这是很常见的 新能量放生反应的 能量变化趋势 好 那我们讲到酵素 酵素有一些性质 酵素是蛋白质构成的 它有三度空间结构 它主要有 三度空间结构上 有活化位这个构造 活化位又叫做活性位 英文叫active side 有活性的位置 它就通过这个活化位 去辨认它的受值 而受值跟活化位 必须要三度空间结合 才会发生反应 所以它具有专一性 也就是具有空间结构的选择性 有选择性就叫专一性 那我们常常会用所要假说 来说明要 那个酵素的性质 我们就以这个图来看吧 好 假设现在呢 我有个酵素叫麦芽糖霉 它会把麦芽糖 切割成两个葡萄糖 好 首先这个位置就是active side 活性位 活性位呢 必须跟你麦芽糖这个 三度空间结构能够match 才能催化 这就叫做专一性 好 我们看下面这个锁要讲说 我们的钥匙呢 不是有牙齿吗 这个牙齿必须跟你的锁 要完全三度空间结合 你才可以悬开 把这个锁 这个锁从A 拆解成A1加A2 所以这是个分解反应 所以它有专一性 可以选择性的开锁 你换另外一个锁 就不能开了 所以锁要讲说 可以说明 酵素的专一性 说完了 好 第二个你钥匙开了第一把锁 有没有机会开第二把锁 只要它的三度空间可以编了 就可以开 所以锁素有重复使用 因为开完锁的钥匙 它的结构没有改变 催化后的煤功能 结构也没有改变 可以催化下一个瘦子 我的钥匙可以开下一个锁 所以可以解释可重复使用 第三个呢 可以解释饱和现象 我的钥匙 如果今天我有两把钥匙 我一秒钟开一个 一把锁 我给你两个锁 一秒钟开两个锁 我给你十个锁 一秒钟开五个锁 我给你一亿个锁呢 一秒钟你只能开五个锁 为什么反应没有办法上去 因为钥匙只有两把 我的钥匙数量有上限 如同锁素的数量有上限 所以它的催化效率会饱和 因此呢 我们的锁压假说 可以用来解释 锁素的专一性 可重复使用性 及具有饱和现象 还可以比喻什么呢 锁素一加热 会透过变性 不可能的变性 就没有办法有催化的活性了 我的钥匙如果加热 它的牙齿如果融掉了 它也没有办法开这个锁了 所以也可以模拟 高温时 酵素变性 就失去活性 这样子的性质 好 以上 锁药假说 是很常用来比喻 酵素各种活性的一种 比喻的方式 好 这叫索药假说 这叫索药假说